我們帶大家來看到這次現在全球是非常的不平靜的狀況 因為現在除了說俄乌戰爭之外 現在就連中東的戰火又再次出現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這邊 其實在五十年前的時候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號 那個時候 埃及跟敘利亞的聯軍就突襲了以色列 那麼當時就造成上千名的以色列士兵送命 那個時候以色列跟敘利亞跟埃及他們是要企圖取回所謂的 戈蘭高地還有西奈半島這邊 那麼其實剛剛也提到了 其實這一次的以色列戰爭 他們是損失了至少上千名的士兵 那麼這一次一九七三年這一場十月六號 也被稱之為贖罪日這樣子一個戰爭 那其實現在過了五十年了 就在今年的十月六號這一天 這個巴勒斯坦的哈馬斯 又對以色列來發動了攻擊 現在其實可以看到說非常的混亂 因為巴勒斯坦哈馬斯的火箭彈 不斷的狂轟以色列 而且還有武裝分子潛入了以色列的城鎮 我們過去知道其實以巴兩國 大大小小的衝突都沒有停過 但是這一次哈馬斯突襲的時間點 其實就有玄機 剛剛提到了嘛 因為五十年了 其實這一次五十年 以色列他們當時還在慶祝所謂的這個紀念日 那麼加上說呢 其實當時以色列還在慶祝 還有一個所謂猶太節 他們有一個節日的狀況 所以其實全國上下都是非常的屬於一個 有點度假這樣的一個氛圍 沒想到就被巴勒斯坦給突襲了 其實現在也突顯說以色列的情報 是處於失靈的狀況 這一個一九八七年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哈馬斯亂辱人的狀況 是這個伊斯蘭組織哈馬斯 他是在一九八七年成立的 那麼他們目標就是要試圖 解放巴勒斯坦的領土 當然他們就是用了一些比較極端的手段 像是恐怖炸彈 還有擄走人質的方式 來達到目的 那麼像是哈馬斯的發言人 就被列入了特定全球恐怖分子 而且這名發言人他還說過 他很自豪能夠來激怒美國 那麼現在呢 現在哈馬斯就對以色列來發動突襲了 而且這個哈馬斯的部分 還有伊朗跟特定的國家在背後撐腰 但對於以色列人來說 這場攻擊堪比是美國的九一一 恐怖攻擊了 那麼美國總統拜登也譴責說 人道可怕悲劇 支持以色列來進行自衛 那麼另外澳洲的總理他也發生了 這是可證的攻擊 中國以來喊話了呼籲停火 落實兩國方案 避免更多的無辜平民 再因此喪命 那接下來也看到了以色列宣布 全國是進入了戰爭狀態 外交部將以色列 歸列為第三級的黃色警示 不少旅行團都緊急來修改行程 像是旅天下就表示取消所有的 以約團 那麼雄師旅遊則是取消了十月底前出發的 以色列團體行程 至於在當地還有多達二十二名的臺灣 留學生是在以色列的 所幸他們都是平安的 我們也獨家訪問到了留學生說明目前的狀況 以色列士兵在樓下街口槍戰 學生從窗戶看出去話語中焦慮的心情藏不住 巴勒斯坦基金組織哈馬斯大規模突襲以色列 並從陸海空進入以色列境內展開攻擊 雙方激戰臺灣學生在以色列目睹過程 早上大概凌晨六點多的時候 加岔走廊阿馬斯那個航步組織那邊 就有射火箭火箭炮到以色列這裡 然後就展開大規模的一個全部攻擊 這六年以來我都在幾乎都 大部分時間都在以色列 然後這是我第二次遇到的 然後是最嚴重的一次 待在以色列這麼多年 雖然期間不是沒發生過 但他也坦言這次真的很嚴重 八號晚間 Anne也再次聽到警報 四度開門躲在樓梯間 雖然他仍在中部特拉維夫 距離戰場中心南部加薩走廊 還有一段距離 但民眾還是不敢出門 店家也都關門 戰士延少部分臺灣學生還在當地 根據教育部統計 目前臺灣在以色列的學生 一共有22人 經臺灣駐以色列代表了解 目前留學生都平安 後續也會持續關注 提供必要協助 三連新聞綜合報導